联合国安理会在9号召开乌克兰问题会议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就呼吁 所有的大国应该发挥正能量 而不是带来负能量 为俄乌双方能够恢复直接对话 创造谈判条件 尽早结束冲突 9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问题召开会议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表示 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 持续冲突已经导致大量无辜平民伤亡 大量基础设施损毁 引发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产生巨大外溢效应 中方对此深表忧虑 中方呼吁冲突方保持理性克制 避免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近来战争不但没有停止 反而愈演愈烈 并不时发生恶性袭击事件 造成严重人员伤亡 我们对此深表关切 再次呼吁冲突当事方保持理性克制 切实遵守国际人道法 避免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耿双表示军事手段带不来持久和平 中方呼吁尽快推动局势降温 所有大国都必须发挥正能量 而不是负能量 为俄乌双方和谈创造条件 当前的重点是遵守战场不外议 战事不升级 各方不拱火三原则 尽快推动局势降温 国际社会要为双方恢复 直接对话谈判 创造条件 提供助力 只有所有大国都发挥正能量 而不是负能量 这场冲突才能尽早出现停火的曙光 耿爽还表示 中方始终主张各国的主权 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 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 联合国的宪章宗旨和原则 都应该得到遵守 中方也呼吁建立均衡 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 凤红卫视 陈银谦 江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